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说那些不缴钱的狗就应该允许城管直接没收 直接打死 最后这句话录节目的时候我就知道弹幕要爆炸 但是没有想到大多数人还挺支持的 看来都工找到了合适的观众 观众也找到了合适的主播 台胞社区的建设原则是 政府主导 国企让利 台胞受贿 建设标准是台湾味 具体来说是五个台湾元素 台湾设计院设计 台湾施工企业成建 融合台湾建设标准 面向台胞销售 采用台湾物业管理模式 其他几条还可以 但是只面向台湾省级销售这一点 如果换成其他省份 估计早就因为地域歧视在互联网上炸开了 另外台湾省居民来大陆投资工作是欢迎的 但是不应该鼓励他们刻意保持一个独立的文化身份 如果给他们设计一个只有台湾人的社区 就算出发点是善意 长期看来也必然制造更多的隔阂和猜疑 我想观众要抱怨的不仅仅是台湾社区 如果教育部坚持要落实自己的规定 雄安新区也快建好了 也要引进高等教育资源 按照新规定 不能是大学过来看分校 那还不如就把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搬到河北 我们浙江省比你们河北省要强一点 有一所985211大学 那就是浙大 但是除了浙大之外 浙江一所211大学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分浙江一个大学也挺好的 深圳中建局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状态 法院拍卖房连留恋都不用话 阿拉伯数字明把标价 最后还要公示成交价格 要是中建局不管 就意味着承认深圳房价的标升 政府参考价纯粹是笑话 但如果中建局就干预价格 要求按照参考价出售 就等于人为压低了国有资产价格 制造了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尴尬局面就是搞面子工程的结果 希望深圳市政府早点拿出一点政策干货 比如说以特区的身份 先试全面征收房产税 最好的宣传就是笑话 都工讲了这么久房产税的道理 还不如深圳住建局讲笑话有用 这说明标语和口号不可能号召大家去生孩子 因为这些标语都想在当前的社会总结出生育率的理由 又不理解进步本身就是低生育率的原因 所以肯定解决不了问题 我倒是想给计划生育协会提供一句备权的口号 社会主义的孩子再多也能养好 所以我希望国家把各个专业的培养费用都算出来 全额寄入学费 入学的时候由教育部出面担保 向每个学生发放全额的助学贷款 毕业生留在国内工作一定年限 或者去落后国家扩大了中国影响力 这笔贷款就由政府的专项教育基金替他账还 一笔勾销 这样有贷款数字摆在面前 可以让普通人看到自己享受了多少国家直接补贴 知道自己对全社会的义务 别的我都没什么意见 就是每一个专业培养费用都准确的列出来 会不会在各个专业之间制造矛盾呢 这个让我想起了很多企业犯了错之后 就拿员工卖惨 说你不原谅的话 员工就要受惩罚 我设想或许可以直接取消暑假 把寒假缩短成十天左右的春节假 然后在春秋两日记者安排假期 合计两到三个月 气候比较特殊的地方 再根据本地情况调整 总之要在气候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放长假 这个春秋的放长假时间绝对不上课 不安排教学任务 甚至不允许留作业 时间大致分成三份 三分之一参加集体活动 三分之一在学校参加个人选择的兴趣班 三分之一可以选择回家和家人相处 也可以选择继续在学校活动 国家统一为了些假期活动安排经费 尽可能按照年龄段安排集体旅行 比如说小学的假期 以本地的乡土旅行为主 初中生就要建设省内不同的地理区域 高中生就尽力安排一两次横穿全国的旅行 从当年大串联的经验看 这对年轻人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极为有益 杜工 你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这件事情了吧 另外说起中医 上周中国农业大学在新闻上宣传2020年重新开设的中兽医本科专业 用中医理论给动物看病 我觉得这倒是很好的一个科学实验机会 因为人类做医疗实验还有伦理问题 动物死了就死了 做任何实验都只是花钱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鼓励中国农业大学广泛开展实验 对得了同类病的动物随机分组 选择一部分做纯中医治疗 看看疗效如何 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乐观的结果 那有的动物自己就是中医药材怎么办 上面那张实测的长途线路总图也显示 可行的跨城线路基本都绕过了江西 这说明江西是一个经济洼地 政府补贴和本地流动人口 都不足以支撑公交下乡 2021年的GDP统计出来了 排名前10的省份恰好绕着江西一圈 荣安线教育局这个文件显然是越权了 希望有关干部早点认识到 消灭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并不能制造文化繁荣 有精力还是应该想起 怎么生产年轻人喜欢的文化产品 就怕有人从来也不想要文化繁荣 与其让优秀的学生吃不饱 练习无用的低级技巧 不如直接加深教学深度和高考大纲内容 让有余力的学生直接去学习高等数学 学习基于高等数学的物理化学和工程学知识 这样起码考试选拔不会变成无用的内卷 让很多优秀的大学可以明显减少 大一大二的公共课教学时间 让优秀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科研性的问题 换句话说 如果一定要缩短学制 我们宁可去节约大学的时间 区分内卷和努力很重要 8月20日科技部宣布 即将对全国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 征集建议报告 研究中国的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 科技部对颠覆性技术的定义是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产生重大突破 并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换代 或者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技术 这份报告有标准格式 按规定必须包括六方面的内容 颠覆性技术介绍 颠覆性技术研究现状 为什么是颠覆性技术 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 颠覆影响力 主要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 有兴趣指导中国科研工作的观众 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写报告了 当时的弹幕都在表示 要给科技部写报告 已经交了报告的观众 现在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在弹幕上 大家好 我是邓肯 马前出工作室里面 最像杀手的人就是我 所以这个问题 我来回答一下更专业 这条我拒绝评论 你今天效率怎么这么高 我在和时间赛跑 出什么大新闻了 不是新闻 是我女朋友 她又怎么了 前几天让她让我值班点年货 结果我给忘了 刚打开手机一看 做了今天商家就不发货了 时间挺任务重啊 买年货 也去拼多多不打烊转去 春节期间快递不停 现货速发 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那价格 放心 不打烊期间 拼多多一元保持全场地价 智力车离子五金纸209 官方补贴力190元 新款Switch游戏机只要2299 直降12001元 SK-TOO大红瓶面霜 439 官方补贴99元 试试水果打游戏 保证让她开心 好嘞 我这就去下单 现在下载拼多多 搜索2022518 或者直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即可知达春节不打烊的活动页面 活动期间快递不停 补贴照旧 看好什么直接下单 方便快捷 活动商品种类细权 数码商鲜美妆 各种好物都可以在不打烊转群内搜索看一下 春节期间再也不用担心 买不到年货了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2021那些已经逐渐被忘掉的新闻 有些新闻看起来就是一种循环 去年1月15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强调 春雨期间要落实好防疫将会 统一政策 统一标准全国护任一马通行 全国护任一马通行是普遍 是要求 马上加码是个例 是特殊 大家可以用今年春节回家的经历 评价一下口号的落实情况 去年1月24日新华社报道 上海北京等城市新增确诊病例流调报告 隐去了病例的个人信息 以涉及的区域和场所的信息疲漏为主 这种保障了公众隐私权的做法 值得其倡 这是2021年一个很好的开头 但是接下来一年 尊重隐私的原则 似乎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 2021年 疫苗逐渐推行到全国 理论上来说是自愿接种 但是7月12日 广西多地提出 学生户口本上 家庭职员凡是符合接种条件的人 如果开学未完成接种 学生暂缓入学 8月5日 湖南省香香市一个基层干部被免职 理由是 在当日的新冠疫苗接种中 所处的接到排名最后是三位 切位完成当天任务的60%以上 被通报预免职 看来干部用学生吓唬家人 也是有原因的 8月13日 泰州医药高新区通告 近日发现部分劳务中介 以盈利为目的 组织人员到山东济宁接种疫苗 并承诺给予奖励补助 对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巨大的隐化 该案件 公安部门正在侦查 相关组织者已经被行政拘留 按纸苗去发疫苗 把基层逼得也是没有办法 这次疫情影响扩散到了全世界 经济上最主要的标志 就是太平洋航运资源紧缺 8月10日 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 中国东南亚至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 首次超过了美标箱2万美元 过几天我们在节目里 要具体分析太平洋的航运问题 因为疫情影响了其他国家的IT业 在海峡对岸 台湾省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错 8月20日台积电重新成为 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 超越了腾讯和阿里巴巴 站上了亚洲市值顶峰 去年台湾人均GDP 很有可能要突破3万美元 仍然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 除了疫情之外 去年中国最严重的灾害是郑州暴雨 7月中旬的新闻 说郑州是因为暴雨有25人死亡 7人失联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十辈子数字都打不住 春节之后我们会详细分析 郑州暴雨灾害引发的舆情 郑州暴雨有人认为是 全球变软大背影下的极端天气变化 去年中国在减碳减排方面 做出了很多努力 11月9日 山东城海洋市核电取暖工程正式启用 中国出现了首个零碳公转城市 12月3日 秦山核电供热示范工程开始运行 覆盖了浙江海沿线近4000户居民 到十四五末期 要满足400万平方米的公转需求 这不仅形成了第二个核电公转城市 还提出了南方公转的新方案 和这两个温柔的减碳典型相比 其他地区的手段就不一定容易接受了 8月份 国家发给各位点名 青海宁夏 广西 广东 福建 新疆 云南 陕西 江苏等九省 减排没有达标 广东电网表示 9月16日执行 开二停五用电方案 沉重打击了疫情后逐渐恢复的中小企业 9月23日晚 东三省的用电高峰时段拉闸限电 沈阳的沈美新区 浑南区失去了民用电 很多高楼的电梯中断 但是和河北相比 这还算轻松的 12月9日 世界最强的炼钢区域河北省发出社论 提出要建设无钢市的口号 宣布钢铁产能从峰值的3.2亿吨 要减到1.9亿吨 石家庄和唐山的钢铁厂退出主城区 廊坊 宝定 苍州 恒水 张家口 五个地级市成为无钢市 2019年 服务业对河北省的GDP贡献率达到了73.8% 大家要注意到 廊坊也被列入了无钢市 369期节目 我们介绍了廊坊下属霸州市罚款凑财政的新闻 根源就在于2017年拆掉了年产914万吨的钢铁厂 无钢市的头衔并没有听起来那么轻松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各个方向的军事问题 8月4日 外交部长王毅就南海问题阐明了中方原则立场 中方从未改变主张依据 也从未提出新的声索 有人声称 中方把断续线内的海域都具为内水和领海 这是对中方立场的蓄意歪曲 《华盛顿优报》6月30日 发布了独家重磅报道 说中国在甘肃域门附近修了119个密集的工程设施 看起来不太好惹 至于说这些设施到底是什么 欢迎大家回去看321期节目 无论它是风车还是地下联通的发射井 都是地球和平力量的一部分 11月28日 台湾防务部门统计 当天有27架次的解放军军机进入了西南空域 其中首次出现了运游20空中加油机 之前的11月25日下午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军局长宣布 近年来 歼20月20空警500红九B和新型的电子战飞机 歼16D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器等 等一大批的新型国产主战装备 陆续加入了人民空军战斗序列 人民空军历史性跨入了战略空军门槛 这是第一次高调提出战略空军概念 空军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国土防空了 去年1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向人大委员会做了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 报告说在备案审查工作中 认真开展合线性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 用宪法第19条第5款 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条款 否定了民族学校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进行教学的地方性法规 在教育系统内部引入宪法审查 这种想起了2001年三名山东考生 依据宪法起诉教育目标的案件 他们的理由是 宪法赋予公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各省分别制定高考分数件和录取率 违反了宪法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他们应该首先先找地方法院起诉 但是并没有说不可以依据宪法起诉 2001年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马上又要开人大了 有了人大法工委依据宪法审查教育法规的先例 山东的人大代表可以考虑重新提起教育公平问题 去年最大的教育新闻 是7月24日暑假期间国务院发文件 限制一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 文件执行了半年 我儿子所在中学已经不公布期末考试成绩和排名了 但是我觉得家长的焦虑并没有因此减少 除了教育 普通人最关心的话题是医疗 10月19日 国家医保局督导组进驻山东扇县 调查证实 基层卫生室村医为了骗取医保资金 编造了诊疗记录 仅此一项作弊 不到6年套取了37万元 村医为了图省事 录入医保的时候 默认用控格件输入了001号脑中风 这才制造了地方病爆发的迹象 引来了调查组 否则的话估计还能套取资金更多年 这说明基层医疗需要的不仅仅是钱 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 无论投入多少资金 也只能给少数的利益集团致付 回到经济话题 德国世界报7月7日消息 2020年中国首次超越了德国 成为全球的机械设备出口冠军 从2021年的增长率来看 中国机械出口应该已经稳定的压倒德国了 4月8日深圳住建局发布通告 宣称要处理对炒房大为深房里的举报 到了12月11日 深房里重出江湖 看来之前的举报对他没啥影响 在深房里隐居的7个月中 加了三个典型新闻 第一个是8月11日 华夏时报找到岳阳市住建局证实 岳阳市发出了文件 禁止新房降价销售 否则将不能往迁 理由是近期有龙头的房企 债务压力较大 为了资金回笼 对楼盘进行恶意降价 有了前面这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 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就是恒大这一年 从嘴硬到腿软的过程 第三个新闻 10月23日 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 授权国务院的部分地区 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 另外7月19日 深圳市民梁先生收到了法院裁定书 这是深圳经济特区 个人破产条例实施以来 我国第一宗裁定生效的个人破产案件 国家已经在为房产税之后的金融秩序做准备了 说起金融 这一年依然是无数金融神话破产的一年 去年1月13日 深圳南山公安发布通报 小牛资本集团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 对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官网信息显示 小牛在线累计成交额1172亿 被查处的时候 借贷余额104亿 去年垮掉的另一个神话 是写爱国文章出名的财经大号 黄生看金融 虽然这个人涉嫌诈骗已经被封了 但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文章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疫苗 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人写文章做视频 完全就是黄生看金融的翻版 如果你在他们之间找不到区别 就能对某些文化产品产生免疫力 7月27日 证监会处罚了国企永城煤电控股集团 证实了虚增货币资金 共计861亿元的行为 这个处罚书解释了2020年 3A级国企还不起10亿债务的原因 另外12月23日 黑龙江贺港市宣布 因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 取消公开招聘公务员 这件事的详细解释 大家在近期的节目已经看到了 去年也是国家认真处罚垄断企业的一年 4月10日 市场监管总局处罚了阿里巴巴集团 按照2019年销售额的4% 罚款182亿元 7月4日 国家网信办通报 滴滴出行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 9月9日 工信部召开了 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 阿里巴巴 腾讯 字节跳动 百度 华为 小米 默默 360 网易 都到场开会 工信部要求 现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 相互的网址屏蔽 尤其是歧视性的屏蔽 10月12日 网易科技报道 蚂蚁集团已将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 方面有问题 要求所有腾讯软件更新之前 需要工信部的技术检测 合格之后才能正常上架 最近几个月 的确各个软件之间的相互屏蔽有所改观 希望有光不为2020年再接再厉 回到社会新闻 5月26日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案件 因卖狗肉与爱狗人士发生纠纷 四川男子向某被非法拘禁 被逼下跪自删耳光 遭殴打近4个小时 最后这4个爱狗人士被判拘役4个月 缓刑6个月 2021年7月7日农业部答复全国人大1866号检疫 说我国尚无明确的肉用犬品种 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犬类管理法律法规 世界多国卫生组织和绝大多数国家 均没有犬类屠宰检疫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因此我国不具备出台犬类屠宰检疫规程的条件 今年有一个舆论事件 就是全网事实上消灭了一个著名ID 主要理由是批评中国人吃鱼吃肉 次要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应托外国人 如果这些理由真的成立 如果大家真的关心吃肉自由 我希望各位不要对市面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 去年反响最强烈的案件 是年初的霍拉拉女生跳车事件 2月23日 公安机关以涉嫌过时制人死亡罪 刑事拘留了当事人 现在两次审判已经结束了 法院确认司机有刑事责任 从网民的反映看 最大的问题不是判刑轻重 而是司法过程不透明 不公开 网民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司法应该贯彻人民司法原则了 这一年公开的腐败案件很多 这里我不打算一一列举 但我还是想提一下节目里面提到过的一些典型案件 4月5日 中国检查网发布了河南厅官王铁梁售货案起诉书 其中介绍 2009年张海超开胸宴费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 新密市委书记王铁梁曾经收过涉事企业的董事长40万元 其他案件累计受贿4100万元 时隔12年 开胸宴费事件终于有一个完美的解释 王法几乎必然会对应贪赃 去年还有一件似乎不像2021年该发生的事情 3月12日 被骗到内蒙古乌海地区的51岁男子陈某军 做了6个多月的无报处奴隶工作 徒步七天七夜逃离了无人区 向警方求助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件事的后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2021年的国际新闻 虽然特朗普这个名字已经逐渐和下一次选举相关联了 但是特朗普真正失去总统的职位 是2021年1月6日 拜登以306张选举人票击败了特朗普 特朗普发表了一场演讲之后 他的知识立刻挥舞着美国国旗 冲进了国会大厦 有的议员通过逃城通道跑了 还有的议员比较有武德 拆了桌椅制作武器保卫议会 最终还是民主党拜登上台了 决定在91120周年撤出带阿富汗的美国军队 几千年来又一个大国放弃了带阿富汗重建秩序的任务 美国去年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军事挫折 是强大的海狼尼核潜艇10月3日上浮 水面航行逃到了关岛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11月1日承认 核潜艇在南海撞到了未知海底山脉 美国海军一向被认为掌握全球精确地理信息 但是最近南海的地形似乎有些变化 2021刚开年 因为特斯拉股价上涨 马斯克个人净资产突破了1850亿美元 成为世界首富 冷战以来 美国每一代的科技创新人物都有机会成为首富 说明这个国家还有相当的活力 远远超过死期沉沉的欧洲 但是毕竟现在是国家资本主义时代了 最重要的国际财经经文还是来自于政府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过金河组织 要求各国同意建立最低企业税率 避免跨国公司动不动就要威胁 半岛税率更低的国家 压制所有国家的政府 到了10月份 几乎所有工业国都同意为是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就连靠避税吃饭的爱尔兰 也同意放弃12.5%的企业税率 几十年来跨国资本压制政府的时代 可能要告一段落了 跨国资本的流动 归根结底是生产全球化的体现 去年全球的货物贸易遇到的最大挫折 首先是集装相传的苏伊士运河搁浅 造成了运河双向大堵塞 其次美国西海岸港口从2021年初 躲到了2022年初 亚洲的货到了没法卸到岸上 这说明东亚国家旺盛的生产能力 和全球陈旧的基础设施之间出现了矛盾 过几天我要做一期节目细说 韩国海军8月13日表示 自主研制的第一艘3000吨基导弹潜艇服役 可以搭载潜射弹道导弹 到了10月20日 朝鲜的国防科学院也宣布 成功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虽然在大国看来 这两个国家的导弹潜艇都是弱级 但南美两个中型国家都拥有导弹潜艇 这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现象 与其同时 南美朝鲜都遇到了人口危机 去年朝鲜人口还在增加 但是总和生予率1.91 而且持续下降 长期看来已经是收缩的前夜 至于说韩国 2021年正式开始了人口下降 总和生予率只有1.1 很快就要凑不够足够的男性 去填满几十万的陆军了 去年 中国的双航母编队频繁到西太平洋演习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俄罗斯唯一的航母 1月27日 俄罗斯否认正在维修的 库子街走号航母发生火灾 但是到了9月份 俄国军工厂宣布 2022年用不上航母了 最起码要修到2023年 而俄罗斯国防部长年底放风 说俄罗斯也许不再需要航空母舰 俄罗斯的航母 未来可能会拆备件 卖给中国了 中国官方承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多 老欧和古巴算是让普通中国人 最喜欢的两个 今年这两个国家都有重大消息 12月3日 中国通往老欧首都万象的铁路 全线通车 中国标准的铁路网 第一次通过陆地边界 向其他国家延伸 之前的8月10日 古巴政府正式允许 本国居民开办中小型私营企业 100名雇员以下的企业不再受限制 卡茨罗之后的古巴 正在悄悄变化 世界变化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 这一年 很多过去被看作科幻产品的设备 正在悄悄改变生活 3月31日 微软卖给美国军方 价值219亿美元的AR眼镜 以后的战场空间 很难说哪部分是真实的 哪部分是传感剂提供的增强效果 中国也给军队增加了信息设备 不过这次佩戴设备的不是人 而是狗 军犬佩戴远程指挥系统执行任务 在演习中准确抓捕了恐怖分子 高科技和最古老的生物技术结合 发挥了军事作用 这次有科幻色彩的演习地点 是过去中苏边界上的铁列课题 1969年中国边防部队被伏击的地方 在高科技武器互相形成威慑的时候 最原始的技术也许最有用 2021年开始 美国重新跟每一艘军舰配备天文领航手册 提醒军官可以用六分仪观测太阳月亮和行星 确定自己的位置 免得在GPS失效的时候无法指挥舰队 这并不是美国人启人忧天 因为5月7日 全美最大成品油输送管道 被黑客勒索软件攻击 全面暂停运营 导致美国部分地区恐慌性的囤积汽油 高科技设备也的确有高科技的反长 当然高科技总的来说是有利于人类的 10月20日 纽约大学将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脏 通过大腿血管移植给了一位脑死亡病人 该肾脏在志愿者体外工作了54个小时 所以2022年一开年 就有一位患者移植了转基因猪的心脏 现在还在健康存活 转基因技术是每个人的福利 我倒想看看生死关头谁还纠集转基因的问题 7月21日 河南洪灾应急管理部从贵州省起飞了翼龙无人机 搭载了空中应急通讯平台 4个半小时抵达了河南汪义市替代被破坏的基站 在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连续8个小时保障了手机畅通 这种军民两用的救灾设备 是2021年中国国力最好的代表 2021年 虽然地上无人驾驶的神话很多 但最引人关注的交通问题发生在太空 2月9日 阿联酋希望号火星探测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 仅仅过了一天 2月10日 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文一号探测器进入了火星轨道 一周之后的2月18日 美国伊犁号火星车成功着陆 将寻找可能存在的火星生命 伊犁号美国火星车在火星车释放了一架无人机 人类首次在地球之外的大气层进行航空活动 5月22日 中国火星车重容号也成功地降落到火星表面 到了11月 中国的天文一号与欧空局的火星快车任务团队合作 由欧洲航天局的火星探测器 替中国转发了探测器号传回地球 这一年 来自于四个航天机构的火星探测器都在环绕火星轨道 其中两个向火星表面释放了登陆器 为了避免相互碰撞 这些探测器彼此通报了轨道进行避让 同时也相互帮助传输信号 虽然人类还没有去过火星 但已经需要在这个星球上进行交通管制了 前些年的网络段子有一个常用情节 就是美国登陆月球之后 其他国家为了争口气 说我们可以登陆太阳 这个被嘲笑的国家有时候是苏联 有时候是朝鲜 但是去年美国人真的向太阳派出了探测器 12月14日 美国宇航军相布 帕克太阳探测器的轨迹 已经掠过了200万摄氏度的日面 人类首次触碰到太阳本身 希望2022年 人类能够继续推进星际探索 接下来说几个轻松的段子 2020年初 西安地铁曾经宣布 14号线有一站命名为西安工业大学站 这引发了陕西科技大学的不满 因为地铁站距离陕克大也很近 今年3月份 网友反映 陕克大管理的幼儿园 拒收西安工业大学的教师子女 到了5月24日媒体报道 称地铁站名已经确定为 西安工大武德路站 可能是劝双方都要讲一点武德 7月8日 云南省发现通海线弄虚作假 干扰了国控水质监测点采用环境 玉琪副市长贺彬被带走调查了 这个贺彬198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 在云南省环境科学所当工程师 后来他当过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环保厅副厅长 最后才做了玉琪副市长 他显然是用了非常内涵的手段 去干扰国家水质监测点 相比之下 没有这么强专业背景的人 做事就要操一些 8月份 中国检查网披露了安徽省萧县的案件 被告人汤姆酒后用丝袜套住了萧县大气监测 审控站点采用杆 导致数据严重失真 安徽省的环境厅一位知情人表示 干扰监测的行为 并不是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支持的 11月11日 中央纪委介绍了广西一起腐败窝案 来宾市人民医院前后两任院长接连落马 牵出案件的关键性线索是一起绑架案 之前的2017年2月 三名劫匪问了谋取财务 将来宾县人民医院院长周芳绑架到山洞 冒充纪委 逼迫周芳交代问题 在劫匪威逼下 周芳写了一份交代材料 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纪委掌握周芳社会证据的关键线索 2月22日晚 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判决书 被告人福丹青自称记者 制作了敲诈勒索信件200封 声称掌握了被敲诈勒索上的私人秘密 随机寄给上市公司高管 结果他真的成功敲诈了4个A5上市公司的高管 合计获取了134万元 但是真实的记者工资并不高 315卧底记者老K说 为了揭露某二手汽车交易平台欺骗消费者的问题 卧底到一家公司做了销售 为了拿到核心资料和证据 他努力销售 做到了公司二把手 台里怕他叛面 每天要打电话来问候 今年深圳带头开启了二手房官方指导家时代 中介的二手住房挂牌价格不能超出成交的参考价格 其他城市跟进仿效 表现出努力控制房价的样子 但是人民群中有自己的智慧 5月份一家深圳中间有榴莲和香蕉做单位 榴莲1000万 香蕉100万 代表住房价格被住监局查处了 至于说交易过后问题 业主委不在乎指导价了 如果不给往前 就在官方指导价基础上捆绑其他物品 比如说一套南山区89平米的房源 成交参考价570万 但是家具和床要打包一起出售 售价380万 还有一套890万的房子 业主捆绑200万的金丝南部衣柜 和350万的名画 业主还说打拔将输了80万 要和客户再打一场 另一套80平米的房子 不止爆出了800万元的售价 购房者还要以450万元的价格 购买业主的字画 猛虎在上山 7月份西安一位业主 吃出300万元的房子 还附赠了车位 但是在房价之外 业主要求 购房者必须附带购买一幅 毕加索的讲话 标价380万 这种限价最后遇到法拍房 就彻底无效了 海口市委书记张奇倒台 他在深圳的两套二手房 被法院拍卖了 政府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没有限价 合计卖出了5617万 证明留恋和讲话 是更真实一点的 去年1月6日 大连华信信托公司 64岁的董事长 用锤子打伤了54岁的总经理 6月6日 航天投资控股公司的书记张陶 想让两位院士推荐自己 成为国际宇航科院院士 被拒绝之后 张陶殴打两位院士 都出现了骨折 2016年12月 河南商人高定 为一家公司向洛阳银行的贷款担保 担保金额300万 后来 该公司不能如期偿还贷款 高定被追加为被告 高定拿到了对方的证据 发现自己的担保 金额由300万变成了1300万 于是向法院申请资级鉴定 今年5月12日 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做出结论 担保合同上的一签两字 是后天上去的 洛阳银行对此不做评论 8月30日晚间 千亿芯片龙头 赵毅创新发布了股东减持公道 股价跌停 9月1日上午 公司紧急召开了电话会议 解释自己的减持逻辑 董事长说 实股比例相对较低 是因为秉持了共同富裕的理念 国家号召做第三次分配 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4月19日 广州医药集团董事长 李楚源在博鳌公开演讲 他说 广澳集团的白云山板栏根 对于新冠疫情有奇效 李楚源说 在抗议里面 大家知道有四座大山 武汉有火山山 雷山山 广州还有两座大山 中山山和白云山 所以白云山的板栏根喝了 口罩就不用戴 所以我今天没戴口罩的 中药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 前年 白云山板栏根对新冠病毒有效的传言 曾经引起过各地抢购板栏根 还引起了征监会关注 2021年又来了一次 不知道2022会不会再重复 5月20日 台湾高雄市长陈金麦召开了记者会 介绍防疫措施 他强调 警察同仁加强人与人连接行业高风险的查局 丰富了中文词汇 同样是5月 民进党连续指责大陆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 但是台湾网友发现 当作证据的言论 来自于一个熟悉的ID 深挖之后是民进党媒体社群中心 副主任杨敏的丈夫林伟峰 林伟峰后来发文道歉 承认了自己演双簧来激化两岸的矛盾 2月25日 国家体育总局陆续公布了第14届全运会的竞赛规程 要求参赛运动员必须满足准入条件 比如说游泳项目的测试包括3000米跑 被网民嘲笑 到东京奥运会之后 这些嘲笑的逐渐淡化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7月2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 俄方将遵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不会让花样拥有运动员的泳衣上有熊的图像 新闻秘书同时强调 此项规定证明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熊是俄罗斯的国家象征 俄方很高兴接受 2月17日 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维明发表论文 他说在二里头的桃片上发现了文字 认为这对二里头文化 展示于下筹文化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一天之后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就发来了解释 说李维明发现的所谓字痕 是考古期间用记号笔做的标志 学者之间还是要增加沟通 5月12日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反驳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人口危机论 他说 中国人口是14.1178亿 不是依然比美欧国家人口总数加起来还多吗 不知道有关国家媒体记者 怎么摇身变成了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 从何者出中国人口危机说这一结论 他还说 回顾过去几十年来 在中国发展的几乎每一个关键阶段 西方都会对中国做出种种评判和预测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论调 我们知道不都是各种花样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 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 这样的种种论调一一被事实打裂 但是大家都应该已经看到2021年的人口数据了 国家统计局宣布 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 净增48万人 这可能是未来几十年 展对于一个世纪内 中国最后一次人口增长 随后就要进入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阶段 我们不能轻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在回顾的最后 我注意到评论区有很多观众提醒过我 这一年有很多新闻没有后续 比如说成都49中学事件 比如说我批评台湾新党的言论 对此我要解释一下 成都49中学事件 当初很多媒体对大家承诺过 几天之内就要拿出证据 正没有境外势力插手 不会辜负他们自己发起来的群众热情 现在到年底了 大家可以去找他们要证据了 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是无罪推定 没有证据硬说有 是很严重的问题 至于说我批评台湾新党的问题 我当时批评的是新党整体 建议少数表现有活力的人 早点和腐朽的新党切割 结果引来了幽木铭和王炳忠一致反驳 2021年这件事明明已经有结论了 新党发布公告 免去了王炳忠一切党内职务 无论他是否听话 是否和新党切割 新党已经表态了 已经要求王炳忠自己切割了 不知道大家还想要什么样的结论 本次回顾的开头 我也用了今天弹幕最热的节目片段 其实还有两个弹幕爆炸的片段没有放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跳了宅舞这件事 很多观众做出了评论 热度远远超出我的日常节目 这顺秒跳宅舞是有用的 在这些评论中 我最喜欢来自于ID凯延成永不先后的评论 他对睡前消息 对见证都做出了精准分析 我专门给这位朋友发了私信 要求年终回顾可以引用 已经得到了他的允许 下面我来读一遍 见证不高于任何东西 你见证 看见证视频 关注见证大V 和你玩元神 看元神视频 关注元神大V 没有本质区别 他只是在你不需要参与社会生产的时候 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反对任何对见证活动的崇高化 神圣化 并极力践行见证的生活化 见证和翟舞不是冲突的 秃头跳舞 并不妨碍他发表暴论 见证和XXX也不是冲突的 厄瓜段还是哥伦比亚的女政客竞选总统 并不妨碍他的视频流出 见证和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冲突的 你见证并不会妨碍你吃饭喝水出蜂蜜 那什么会妨碍你的生活呢 崇高化 神圣化 不仅是对见证 对任何事物的崇高化 神圣化都会妨碍你的生活 那么当见证不在神圣之后 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就像你玩元神 玩卢阿卢 泡妞一样 没有任何意义 你玩元神 所以肯定你搞活动 你会去线下参加 你玩卢阿卢 所以赛季开始了 你会去线下观赛 你泡妞 所以在社交活动中 你会加女生的微信 对见证也是同样 如果见证真的只是你 生活中平凡的一部分 不存在任何崇高和神圣 所以你才会像参加线下活动 或者加女生微信那样 关注你们小区的夜中园会 和你们社区人当的选举 你才会因为城市管理的拨到位 拨打123速 你才会在和你息息相关的法案 征求意见的时候 去提交自己的看法 见证没有意义 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 见证也可以有意义 正如任何事物都可以有意义 我认为这是对 税前消息节目最好的一种总结 好 感谢大家收看 386期节目到此结束 祝各位春节愉快 正月初一继续播出 387期税前消息 我们虎年再见 拍摄 包括 第1节目 c 都